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要出門 晚點出門 午安 午安啊 李夢成所到外面 找別人求助我 笑死了 會被鎖在外面喔 今天是化妝嗎 對 等一下要化 繼續化妝 我想把電風扇移進 很熱 很熱 要死了 你太怕熱了 我真的很怕熱啊 為什麼已經這麼漂亮了 為什麼已經這麼漂亮了 嗨 那你在家還穿嗎 因為我想說 我不想要再換一件 我等一下 問他出門再穿這件 我就懶得再拿一件衣服 然後我就有點熱 今天還是很好看 這是我繁個頭髮 就不會那麼熱 稍微加個 午安啊各位 好可愛 哈囉 三角形 周小迪 保羅無安 哪位 可以幫我久一點 今天眼妝比較重 YES 你真的從直男VL 命 你真的有 看得出來了 對 今天眼妝比較重喔 不愧是命 謝謝命的掌聲 這個很容易看 這個很容易看 謝謝喝飲的文首禮 命是搭上栗子 當然直男VL 髮夾好看 謝謝吐司吐司 是說你最近洗很多次頭髮 對啊 因為最近比較熱 然後夏天了 對 已經快夏天了吧 我覺得很熱 然後就會一直流汗 所以就會一直洗頭 你每次綁頭髮 我都覺得我要生了 蛤 你要生了 我謝謝你 促進那個 生餘率 去哪 你以前都叫他打掉 然後你最近 叫他生出來 退 退 退很快 今天有點灰灰的 去哪 去哪 去工作 小子化救星 灰灰的好看 去我心裡 你 吃你 你的心裡很遠 你的心裡我會走很遠 才吃得到 沒事 那天有好好的記錄到了 感謝 其實我覺得脆灰灰的 有沒有看到 只是我公演的時候 可能就完全是灰色了 對 美巴 他心不就在你心旁邊嗎 最近的距離就是最遙遠的距離 我在你房間門口 快開門 然後進到我的心裡 這就是最遠的距離 來 浪漫 光月燈 撩倒了青城 怎麼又發分我要爆 因為可愛到讓你們發分啊 我要頭上長一個花 可愛到發分 李夢成開播了 他進去滿裡面的 那都還遠的話 那我跟你不就是原距離戀愛了嗎 我跟你沒有戀愛 我有跟大家戀愛嗎 我沒有吧 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 跟大家 可惡 我還以為不會發生 遮著人 淚不開封不消過就乖月份 不要轉問你有啊 你在暗戀我 暗戀不是戀愛 雙方在一起才是戀愛 單戀不算戀愛 所以你單戀他 單戀是苦澀的 戀愛是甜蜜的 那你苦澀嗎 我還好 那好像沒有怎麼辦 法師是例子給的嗎 不是欸 是我買的 雙向關護才是幸福 好我接受你單喔 單戀也可以失戀 旁邊是我的室友 你們最討厭的 那我們是苦澀的嗎 那我們是苦澀的嗎 你們單戀我 所以你們是苦澀的 合理 幾個禮拜前和我朋友一起打來 從下午三天到晚八點 太厲害了 龍龍你為什麼走掉 他是換個方向 難怪我賞你想的很苦 這隻龍在啊 智龍在啊 智龍在這 拍給你們看 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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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想想想想要拿 張幾米州的文手裡 龍龍 在我前面 瞭一下 你在我生命中的瞭一下指紋 謝謝浩克的彩虹彈 謝謝浩克的彩虹彈 天籁 謝謝鋼鐵韓粉的小金蛋 謝謝黑傑克的萌萌小蛋 好像從今天開始把名字改為龍龍也不錯 大家要改名龍龍了嗎? 龍龍 這首是化妝的歌嗎? 這首是切換的最愛 他那麼愛這首歌 讓你發分喔 你也是他的最愛 我是你的最愛啦 是吧 謝謝小學的舞夢 是 突然進來就不用 自信點不要說吧 是吧 我是你的最愛 你們也是我的最愛 你這心情很好喔 綁帽帽繩子好小小 我整個都小小啊 你大大 三角形大大 品寒小小 這大什麼意思 你今天是不是心情很好 我在耍 我又在耍可 在耍可 想不想得住我心裡 耍飽我比較像 你才耍飽帽子 你最滑稽 好 搓到臉了 可以說大大完全不是稱讚耶 謝謝Kamui的緣分相遇 又在耍可 一定要的吧 我是秋平安的狗 蛤 什麼時候領養了這麼多隻狗 原來我是善心人士啊 養了這麼多隻狗 是哈圖厲害的蛋蛋 不要關窗戶很悶 很醜喔 怎麼會呢 你領養了很多 你一直靠近鏡頭 讓我們可以看到 你下巴脖子交界處的字 哪裡 我這裡有字喔 有耶 我現在才發現我這裡有字耶 小字 這是胎記嗎 這是字嗎 這是胎記吧 這是字還是胎記啊 這是胎記 好像是胎記 對啊好像是胎記 是字嗎胎記 我的手這邊也有一個胎記 很大的一個 這裡 這邊也有一塊胎記 一點點 你不可以 這時候還做小表情 小小做小表情 合理吧 高中的最後一年快結束了 學校說畢業點在5月24號 畢業快樂 恭喜你 現在是畢業季嗎 好喜歡喔 你那麼多胎記 是不是想讓我懷胎 生下來吧 謝謝修我將你的緣分相遇 現在是畢業季嗎 現在 現在 現在是 不是欸 欸是是啦 5月6月差不多啊 畢業季 6月是不是 托你學校太久了 我也是 但是 我說我最近突然發現自己也不小了 老妹了 老妹你們也喜歡嗎 謝謝Cudys的一顆心 老妹了 也喜歡嗎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從未婚人世都身份不一眼 每過25都不算老妹 你哪裡老了 你12歲 我12歲嗎 但我看起來不像這個年紀吧 但我真的發現自己不小了 我就開始一直想之後的路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我這個年紀了 如果我不當偶像要幹嘛 突然想很多欸 我真的現在就是一直在想 如果未來有一天我不當偶像我要幹嘛 然後就想到 很有壓力 我就想到我 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欸 跟小雨看起來差不多 當我老婆 咖啡廳老闆娘 通告一人 之前是說偏向美容相關產業 原來我其實也蠻喜歡跳舞 還是跳舞相關 好難喔 是不是我就是一個很像 那種大學 大四畢業生也都會面臨這個狀況 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幹嘛 舞蹈老師不錯欸 你看有人做舞蹈老師啊 我就開MV課 然後這些粉絲都要來跳 怎麼樣 就是每週運動啊 跟我談戀愛每天在我心上跳 去跳啦啦隊 好像都是幾條路喔 會盲目 天生偶像的料絕對不是什麼 命你要報名MV班嗎 我正在想我到底會什麼 我的專長是什麼 然後昨天我就跟切換聊天 我就說很煩惱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沒有什麼 特別的才藝就是 譬如說像子瑄會做詞 寫歌會唱歌什麼 然後可能Mina會吉他 小滴會鼓打鼓吉他之類 然後我就覺得我是不是沒有 我就是感覺是一個很不特別的人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藝 那我到底可以幹嘛 然後其實好像就突然點醒我 你說什麼來 你說說 他說 他說這種東西就是 很多人會有一個很具體的才藝 就是吉他很具體 然後他說 感覺我的特別的地方是 人的特質嗎 我說那些人就是 其他人有一個技能很厲害 是很好的 那你就會比較明確知道自己要找什麼工作 可是有些人可能技能不厲害 但是厲害的點是特質 我覺得你就是特質 就是可能技能上都要再學習 但是你的特質到哪一個行業應該都蠻吃香的 因為就是不太會放棄嘛 我的mental強大 心靈蠻強大的 這就是我的特質嗎 對啊 因為他就是常常會覺得自己卡在一個不上不下 就是 一個很中庸的人 還是其實我是 我就是一個中庸女 中庸很好啊 中庸什麼不好 中庸表示你 你到哪一個領域或產業都有發展的空間 對吧 如果你只有一項強 那你就是另外一項一定會超弱 那你就不適合 你就是只能在那個產業 沒有不是有獎跟沒獎一樣 欸我覺得 特質很重要 因為有些人的特質 譬如說你的心靈如果是比較脆弱一點 那 就我們所有玻璃心什麼的 那你到各行業就很容易就被打倒啦 因為就 即便你作詞很強好了 假設 那有沒有可能有很多人作詞比你強 然後你一下就被擊倒了 可是秋平安可能作詞不強 但他願意慢慢學 然後也不怕時間 把他打敗 那這樣的特質才是 誰都不能打敗我 你好白目喔 然後他很白目 我白目嗎 他很白目 對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而且你 你很上進很認真 很有企圖心 我也覺得 我有企圖心嗎 你覺得我是個有企圖心的人嗎 我覺得比以前有欸 因為 常常有人會說 我的企圖心看不出來 就是 感覺溫 一直都溫溫的 不知道要什麼的感覺 可是你也不服輸啊 我確實不服輸 對啊 不甘於現狀 但是就是表現出來一直溫溫的 我也沒有什麼不好嗎 你臉上就寫著企圖心嗎 有嗎 要遇到事材的老闆 不然很難開頭 那就是有點運氣了啦 至少你在某方面完全征服喔 謝謝 希望大家 繼續喜歡我 你只是把企圖心包起來 不讓人家看到 應該說不想要那麼輕易的被大家看出來 我到底在想什麼 或是我到底要什麼 我想要那種 我想要的東西 但你察覺不到 然後默默的就從你們那邊偷走這些東西 就是默默的就 get到這些東西 但是在你們沒有察覺的那一下那之間 我就已經得到了這些我想要的東西 這是我的目標 所以一直都溫溫的 就是在後面努力行嗎 偷偷努力 偷偷念書行 然後明天考100分說 不知道耶 我昨天都沒念這種 我昨天都沒念耶 那你一定很想跟我結婚 因為我都察覺不到 我天你就默默跟我登記 這樣你好像很適合做特務 聽完夠敏感很重 應該有很多人跟我差不多年紀 就是大學生吧 應該也快要面臨 或是即將 你要學那個 正在面臨你們 你們正在面臨 跟我 就是 安大學生 安大學生 就是大家可能也在面臨這個煩惱 再一次 安大學生 就是畢業後 大學畢業後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一年來不是英文難歷進步神速 真的是神速耶 是 好想去念語言學校 可是語言學校好貴 我覺得 語言學校很浪費錢耶 可是我想要有那樣子的環境 可以讓我一直接觸到 英文的 或是日文的 我的浪費錢 我的浪費錢是說 就是要嘛就直接去工作 或者是讀書 但是 那邊工作一定要有簽證嗎 對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語言學校只是給你簽證 它不是真的 那個語言 因為你旁邊的人都是 韓國人 其他 或是打州人 但是因為我現在的 那個英文成分 日本成分 就是卡在一個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對吧 然後現在這個 程度要去那邊工作的話 別人不要用啊 因為根本還不到那個 可以溝通的程度啊 所以想要增進我的這個 語言的能力 可是 就是在現在的這個環境 我覺得好難 因為身邊完全沒有講這些的 就不知道要 怎麼樣去到那個環境 可是如果我沒有簽證 我就沒有辦法待在那個環境 那你就應該要在台灣 就先精進啊 因為語言 雖然 環境很重要 但是你明明在台灣也可以做一些事的啊 對吧 例如什麼 你現在就應該要念喔 有啊我每天有在念 對啊 對啊 那你就應該要念到一定的程度 已經到一個 就是說我得 接下來剩下的東西 只能靠環境 你還沒有念到一個程度 是說 我只能靠環境來幫助我的 就是你有一些事情 是你坐在這個椅子上 可以做的事情 那就要先把這件事做完 然後你才能說 OK 那我接下來就是真的 我坐在這張椅子上 已經學不到東西了 那我就要去 新的環境 去學習 因為環境一定可以給你一些什麼 但是 這一張椅子上面 有些事還是可以做的吧 他們說 語言學校 最好的賺錢方式 就是做太夠 這是真的耶 就是念語言學校那樣的環境 也不一定是好 也不一定啦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啊 也許去也是好的啊 就是沒有什麼一定或不一定 但是你現在能做什麼 你就去做啊 你怎麼可以一直坐在這邊 然後就妄想說 喔我想要去語言學校 就不可能 但是你有在做就很好 就蠻想去那種留學 可是好貴喔 還是先工作存錢 然後之後存到錢再去留學 你都講出來你就做啊 先努力到無能為力 好像滿有道理的耶 是感覺會成功 會夠自然 吃漢就是很棒的語言資源 全力照顧它 但你像你自己就是英文已經念到一個程度 你不覺得真的要口說還是 跟外國人口說還是會卡一下卡一下 真的很難 謝謝後看的竹春飛機 品牌想去哪裡留學 日本或是歐美都買上去去看 我最近也在看那個 直牙規畫書 就是到底要做什麼事 你覺得那本書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它有很多要實際操作 就是要你畫書或是紀錄每天的東西 那一定要啊 它才能幫助你想像 它說 就是我們需要很多的想法 就是你不用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面臨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會壓力很大 因為你只想要一個很完美的解決方法 所以你永遠只想要一個方法 但不會有那一個完美的方法 你應該嘗試各種都試試看 就是不同的可能都試試看 就是你的點子要多一點 然後瘋狂一點 一些你可能就很瘋狂的就先寫下來 然後再來看看哪些是可行的 不然你永遠只想要找出那個最完美的 根本不可能 然後他說不管怎麼樣的 你選擇什麼樣的東西都是好的 沒有一個是不好的 對啊 就是 對 他說 那我就很有趣的 昨天看到他說 譬如說你喜歡跳舞 那你就先在一個紙上寫上跳舞的圈圈 然後去延伸它 跳舞你還會想到什麼 譬如說跳舞 舞蹈老師 運動嘛 老師嘛 或是K-pop嘛 就是各種單詞 然後再從這單詞再去延續更多東西 然後來看看哪些是可行的 很棒啊 他有給你方法 那你不就現在就可以寫下來 你可以去做這件事 啊我知道 因為你都是睡前看 所以你沒有拿筆跟紙 對 最近想很多 我一直都想著很多 我也覺得他一直都想蠻多的 我從五年前都在想這件事 五六年前 你現在就來寫啊 你又沒事做 三年前就在想 你現在沒事做耶 來這個筆給你 謝謝 我現在就要寫嗎 來這裡 笑死了 會不會太重那一隻 他說你要寫下你的心流時刻 譬如說你今天一整天 做什麼事情 是讓你覺得很開心的 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你把你今天做的事 講出來 早上運動了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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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字好難看耶 你要不要先上什麼字刻啊 我不是有做文書類的 我的字好醜 伸展 伸展的時候呢 我開不開心 蠻開心的 但是也蠻累的 然後我今天還幹嘛了 我就沒幹嘛啦 我就直播啦 吃飯 吃飯 開心 不累 然後我還化妝了 化妝開心 你剛才看了 生活大爆炸 看美劇 開心 摸狗摸貓 我可以穿你的 為累 開美就為累 因為我在一邊學英文啊 要記東西啊 摸狗摸貓 因為有些人會有什麼寵物相關 摸 狗 貓 如果有人什麼 超開心 他可能就會選什麼寵物美容事業啊 超開心 冰不淚 然後我現在在直播嗎 我要讓我自己寫下來 你只有這裡沒有講出來 那是不是太明顯 好我現在做到這邊 有這些事情 然後你接下來 會出門 對 那你每次出門 沒關係啊 你大概啊想一下你其他天的一整天都還會幹嘛 是不是什麼練舞 先寫啊練舞 這是你比較日常會出現的事吧 開心 累 大家說有種講出來啊 直播有種講出來 我沒走 你沒走啊 我還在工作 好 還要什麼事 沒有 你沒事了嗎 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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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跳公演 公演 公演 公演就是跳舞啊 購物 購物 我最近沒有購物啊 開心 開心 這邊都是工作耶 都是寫工作 但有時候常常會在想 我喜歡的事情 我喜歡做的事情賺不了錢 嗯 那個是你之後要去分析啊 因為也有可能那個領域做到很上面 可以賺到錢啊 嗯 好難喔 那你真的很適合來上那個 那我現在要寫出那個 我喜歡的事 跳舞 好 我覺得我 開心的時候 做什麼是很開心 就是在台上跳舞的時候 就是完全 很開心的狀態 然後跳完還不會很 就是身體是累的 可是心靈是負責的 所以真的是對我來說是一件蠻 喜歡的事情 講話喜歡嗎 我喜歡 那跳舞我會想到什麼 老師 教學嗎 Cover K-pop 舞者 跳舞還會想到什麼 服裝 嗯 不錯耶 你現在在進行一個很棒的動作 謝謝朱里安的掌聲 謝謝阿虹的小精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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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些東西又會想到什麼呢 這些東西又會想到什麼呢 Cover 之後巡演還可以公費 K-pop 延伸出演唱會 演唱會 謝謝朱里安的DT一下 Cover 網紅 嗯 我想不到了 老師 所以現在寫到 現在寫到 K-pop延伸演唱會 然後 Cover延伸到網紅 然後老師 專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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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總監 什麼時候延伸到我老婆 哈哈哈哈 師 舞蹈教師 舞蹈教師 對 你看看我 我沒有看到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 那是不是最好的 呢 我不是很好的 我沒有看到 我是很好的 我沒有看到 法國名牌 精品 舞者感覺開間舞蹈教室也很可愛 想到時裝週 對了,時裝週,謝謝你的點子 想像舊的舞蹈 舞者棒 謝謝博承的湯牙的和魯絲之夢 寫出了這些 滿多的 對 很厲害耶 其實我段設計也滿有興趣的 設計了 你設計寫很多耶 但是我不會畫畫 你錯字好多 我不會畫畫 好 難怪你一直在設計我 平安,昨天星巴克買什麼 我昨天沒有去買 但設計的話是服裝設計還是室內設計還是景觀設計 我有點 我其實對於舞台設計滿有興趣的 你懂啊 就是那種演唱會 舞台設計 整個演唱會 要怎麼樣 好看的那種 可是我從來沒有學過設計 先去學中文 講得滿好的 編舞技可以設計動作 還不用畫畫 舞台總監嗎 打光師那種 類似 應該說因為自己現在是當偶像 所以知道舞台設計什麼的都是 其實一個表演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 也滿想要 也滿有興趣的 給大家一個 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一個參考 他是面臨轉職的人一個參考 這是我最近在看的書 他說可以這麼做 謝謝Luz的小金蛋 想要設計什麼樣的文台 其實也還沒有想那麼多 就只是覺得好像 可以 了解一下 謝謝Derek 為了緣分香 烈 打光感覺很好玩 來 例如某個狀態要怎麼閃 或什麼燈都很掌揪 感覺好像轉幕後也很不錯 因為都知道目前的感受 而且你最懂在台上想要的感覺是什麼 是個優勢 還是我就學電影 學電影很帥耶 那個同學我一直學 學電影特效超帥 但是那是要國外比較動的東西 台灣比較沒有這樣的資源 跟環境 他是做動畫的 我覺得學電影也超帥 就是拍電影的那一種 你想做的事好多喔 我其實一直很想做很多事啊 但是很多事情都會被現實所困住啊 金錢 對 沒有辦法去做那件事 因為我也不是家裡就是富二在那種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小家庭 只是什麼事情都是自己努力上來 就是其實大家都有很多想做的事 謝謝修羅降臨的掌聲 找哥哥贊助 沒有人贊助 靠自己吧 靠自己 但就是 你不覺得就是因為越這樣 所以越 越 很想要找出一個 快速的方法 沒什麼 怎麼說 就是因為得靠自己 所以就想要找出一個 沒那麼 怎麼說 比較聰明一點的方法 他沒有捷徑啊 對 請你慢慢走 好的 謝謝湯湯的小金蛋 我覺得你講這件事已經講了大概兩年了耶 對啊 我真的已經想很久了 但是沒有什麼想法 應該不只兩年吧 應該不只兩年吧 我很早以前就開始在想了 可以再回學校進手 我覺得這也是贏的 你看到嗎 但是進學校進學校也是要一筆錢的學費 那就跟你語言學校一樣啊 是 而且語言學校沒有學歷耶 但是我想說這些時間 學歷 學歷不一定重要 但是的確它可以完成你某一些 你要進去某一些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基本門檻 有點像是一個門檻你知道嗎 但是我會想說這些時間拿去賺錢是不是更難 不一定要就是看你以後要什麼啊 因為你 以後賺的錢可能 你雖然用三年四年換這個時間 好像停滯了沒有賺四年前 但你會不會之後賺更多 或是更往夢想前進 因為那是一個門檻 所以總歸來說你應該要先想 最後你要幹嘛才推回來吧 我現在想不到我最後要幹嘛 你想得到你最後要幹嘛 好的啊 也算投資自己 那我是不是需要那種 先去一邊打工一邊去學自己想要的東西 是為的 總要有個目標跟方向讓你更清楚處置心 每件事 當米蟲吧 我也很想啊 可是不行啊 可是不行啊 邊打工邊聽聽自己能力 邊打工邊聽聽自己能力 欸我到現在還沒有打過工欸 TP就是我 當偶像就是我人生第一個工作 然後一做就是做八年了 好厲害 好厲害 打工要做那種對未來有幫助的 目前就是邊打工邊學習自己想做的事 感覺當model很適合這個眼頂到爆炸 說被拍照的那種模特 其實也蠻有興趣的啊 就是各種都可以嘗試看看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等你開咖啡機 認同我覺得你很適合當平面模特 平面模特 台灣哪裡可以當平面模特 網拍嗎 網拍model 自己創雜誌 自己拍 雜誌模特 但是台灣沒有雜誌模特這個行業啊 台灣的雜誌裡面都是藝人 沒有雜誌模特 沒有嗎 沒有啊日本才有 什麼網拍之類的都有在追嗎 好像也是一條路 幾分鐘前號 文文都當過網拍模特了 你有沒有覺得根本可以了 他說文文當過網拍模特 好像可以耶 那我可以了吧 好像是耶 文文都當過了喔 好奇問問有想做YouTuber嗎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自媒體很發達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 怎麼說大家都可以做的啊 好奇問 好奇問 Youtuber要講話你會想嗎 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是講我想講的話我就想講 可是今天如果是一個我沒興趣的話題我就不想講 我就是很任性的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不愛講話吧 我平常話也是蠻多 只是要看是在什麼場合跟誰 然後什麼樣的話題 我有時候話也是蠻多的 也是蠻會的 不敢說蠻會 算蠻會嗎 我就是在自學自媒體幕後的部分 還是這邊你要考慮一下 想聽你抱怨路人 抱怨路人 你說YouTube的主題嗎 應該是喔 要有機運被發展 應該是我覺得秋平也沒有很愛抱怨路人 但認真覺得不要浪費你的臉跟你目前有的知名度 可以搞點復業 我現在的知名度 有人知道我嗎 但應該就是還是會好好的就是 怎麼說利用 不是利用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累積的這些東西 會好好用上 假設未來有一天不當無上了 希望這些以前到現在累積的東西都能好好用上 這邊幾個粉色錢可以先炸乾啊 你很紅啊誰不認識你 路上一堆人不認識我啊 不認識我的人可多了 我有朋友說在狼沙看過你 出尾還是有一點知名度 在路上不常被認出來嗎 沒有過好嗎 你看在球場那天就沒有人認出來 我在路上真的很少幾乎沒有 亂講的一定是他們不敢這樣 沒有是不是真的 你每次跟我打賭都沒有一次成功 對不對 不愧是上過 好我要來畫畫我的睫毛了 早安啊陽熊 那次球場你說十文粉絲就有認識 那是因為在我們那時候在跟十元打招呼 不然路上也很多人不認識我 就是還要再努力 你好 我看你cmmm 我要來畫畫蒂plic啦 謝謝柏偉長的主席 KG 說音對 帝勞 配損 card 對 他马上就失业了 不然直接被球团开除 加油吧 有时努力过了头 也该学会如何躺下 好想要躺下一下下 其实蛮多人在路人 对于旁边失误很冷 没被认出来也没关系啦 我的目标是有一天被认出来 伤我身上 这里要加油 大家都加油 你不是被两个女生认出来吗 以前在敲酒以前 这会被认出来啊 只是就是几率很少 可以的吧 下次就说 听到上面的人说 诶那个是不是球品 就是还有很多人不认识我吗 不是你们想一下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 然后如果在路上没有什么人认识 还是会有点难过 我从事这个行业也认识我 先出现在同一个空间才有 當然我覺得有慢慢的進步 只是就是 時間也不短 我覺得 如果有人在路上大喊你的名字 會覺得當當嗎 還好 被認出來都不一定會被認出 確實啊 只是就是感覺認知度還是沒有很大 就可能聽到我的名字也會就是 嗯? 誰? 這樣 可是有人認識也很麻煩 大明星都要喬裝低調怕被認出 可是我們現在從事的行業不就是希望讓別人認識我們嗎? 你們很長帽子口罩 應該說現在不是 不是在糾結說在路上被不被認出來 而是整體的認知度嗎? 就是可能講我這個名字 還是很多人會想說是誰這樣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要夾睫毛 但就想夾一下 真的很長的 我想說很久沒有畫漂亮了 太漂亮就長了 自然 不用化妝就超漂亮 好像暖底送送本人就比較局限 以後做別的精明度會更高 謝謝陸客的周欣欣會員票 好像也很少跟大家聊這些 煩惱的事 平常好像感覺都 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但其實 內心還是會有這些煩惱的事 只是平常比較少會跟大家講 平常說大家 看我們就是要看開心的事 不想要講這些煩惱的事 但因為今天我不知道要聊什麼了 所以還是跟大家聊一下 好像在畫睫毛講話很乖 我都要聽 你漂亮成這樣絕對可以知名 你去找看看幾個人 畢竟漂亮 哪有 我現在路上的妹 這妹也很多啊 我跟你們說 你們平常看到我好像很有自信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沒 有時候也會很沒自信的人 真的 常常 內心 就是深夜內心深處 會突然很沒自信 就是會覺得我 我哪裡好的 沒有 沒想到可以跟大家聊這麼 深層 的事情 不再是大家放不放我 放不放別人的事情而已 已經 到這種境界了嗎 已經跟大家聊天的內容 不再是 喜不喜歡我 不准喜歡誰 有睫毛了 有睫毛了 感覺你的自信是在舞台上 好像是耶 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一件 我很享受也很喜歡的事情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跟擅長的事情 就會很有自信感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我 喜歡的事 跟我想要的事 你從來不請了我們 哈哈 好像是 反正我們喜歡你都很明顯 你都知道不用特別好 你們大學的時候啊 傑華 在想未來要幹嘛的時候 會想到想哭嗎 不會喔 會很常會耶 就覺得很慌張的感覺 你們不會嗎 在跟我聊天嗎 對啊 不會耶 不會喔 還是我比較 深性緊張 就會 慌到覺得好可怕 很緊張 在武學有自信 但講話沒自信 其實我們超喜歡你講話 是嗎 所以大家是覺得我講話 是可以聽了下去 不會很無聊 很沒內容 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沒有那麼排斥講話 我也會慌浪哭 現在也還在天天哭 你不是一個人 我以前是天天哭 在這裡比較還好 前陣子比較還好 為什麼朗朗你推我化講話 你不想要這個 他把這個推走 這是我老闆跟我說的 大學明晚很正常 因為的確不知道自己實際職場 是立如 你很有內涵 你如果沒有內涵 我就不會那麼喜歡 你 真的啊 謝謝你喜歡我 品嘆其實給我很大啟發 讓我最近終於敢開始思考專職 這件事情 其實要離開一個舒適圈 對誰都不容易吧 畢竟是自己習慣那麼久 然後舒服的環境 要 離開一定是非常的 不安 就是會不敢 你滿有內涵 都吧 名字內就有涵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只是大家要想好 然後勇敢的踏出那種 對 有時候就差一點毅然 差一點衝動 你這個離開舒適圈 也算可以 強迫自己成長 好吧 我踏出這一步 我決定對你表白 哈囉夜兔 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當中 都能打到自己想做的事 嘿嘿 謝謝包子的我和你的愛寵 突破自我 突破自我 好吧我要踏出我人村兜兜 我想成為有資格跟你結婚的人 但我想想我當初也沒想過我會做這個行業那麼多 對 所以通常做什麼事都是從沒有想過開始 然後就會慢慢的有一個樣子出來 我誤突我也沒想過會成為偶像 甚至沒想過我會當八年的偶像 這也是當初可能很害怕踏出的一步 但我勇敢踏出的那一步 然後還是從中獲得蠻多東西也蠻開心的 還是我根本就很適合開課 我根本超適合開Mental課的 欸快幫我開課 你有沒有那個 背景 我有啊我上過紅白 上過紅白的人幫你開Mental課 紅白跟Mental你覺得有點關係喔 欸要站上那麼大的舞台 你Mental要夠強大 要面臨那樣子的壓力跟那樣子的環境 是這樣啊可是不是這樣就能開課了 好 他打你了啦你看他不同意你說的話 他打你耶 千萬被龍龍打了 他好霸氣喔他真的在打你耶 對啊傻眼 是不是你的茶軸太強了 亂講 沒事我私下匯款給你 你一對一貓上課 下午好 可以阿m Tia Ma 他怎麼說 Sutney Tia Ma K 龍完全自由自在梅德克姐 對啊 他超級過自體 啊原來他是從那邊去那邊的喔 我想說他怎麼上去的 可是他是從這邊去那邊的喔 我終於看到了 這隻龍龍很喜歡躲在衣櫃上面一個小鳳 然後我昨天就想說他到底怎麼上吃的 欸他跟牛奶糖上去的方式不一樣 他是從這邊走到那邊 然後奶糖是直接從那邊上吃 好睫毛啦 你們有發現我眼線前面沒畫嗎 我最近發現不畫前面的眼線睫毛夾的比較俏欸 可能是會比較沒有濕濕的 來畫個握蝉 握蝉 額頭也很漂亮可以考慮喔 可以啊 其實漏額頭不錯看 真的喔 那我現在漏額頭 睫毛根部被眼線近濕佔不上 應該說因為我睫毛本身就不容易夾翹 所以如果眼線根部就是睫毛根部有點濕氣的話 就會比較夾不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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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彩 欸如果要漏額頭的話我要先學會畫眉毛 我真的沒有很會畫眉毛 我真的沒有很會畫眉毛 我眉毛每次都亂畫 我會想說瀏海蓋住看不到 真的沒有很會畫眉毛 每次有我耳頭撥欸就沒做 我會不會你也太堅持不住了 眉毛不要很出來 有想過去霧眉嗎 有 可是聽說霧眉蠻貴的 不是一次就要好幾萬嗎 我那時候才知道原來霧眉 沒那麼貴欸 我以為幾千塊而已 跟打雷射一樣 結果我上次聽到霧眉居然要到外 蠻貴的 但沒有霧眉沒有一勞容易喔 霧眉要定期去補喔 他會掉色的喔 霧眉是會掉的喔 對他要補贏要補 比我想像的貴 我在日本真的有唱良情的 會掉這麼快 但就不用每天啊 是啦是蠻方便的 只是我現在還是大部分有瀏海比較多 我就覺得好像不用去花這個錢 反正蓋住看不到 除非我之後要露耳頭 再考慮 再考慮 太專輯了 但其實我每天畫眉毛沒有浪費我很多時間 因為我就是隨便瞄 因為我其實本來就算是有眉毛的人 就是沒有到那麼稀疏 還算有眉毛的人 所以就是稍微瞄一下別人跟補滿顏色 所以就沒有花我太多時間 如果我是一個原本就很沒眉毛 我可能就會考慮出戶 但是我本身是有一點眉毛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你要露眉的話可以去找露眉子醬 喔你好懂最近的梗喔 陸克很懂梗 等你想露耳頭 去公開好多一定會好好記錄 不客氣 不客氣 謝謝水袋包的鍾情美觀 所以我現在還沒戴銀眼 我應該先戴銀眼的號裝 但是我想今天又戴比較不舒服的銀眼晚一點再戴 我在跟黑傑克學習 他是我師父 謝謝博春的小金蛋 換完嘍 好會喔黑傑克 太會了吧 顏倒了吧 顏倒了吧 但不知道是不是特效關係 雖然你眼妝重 但也不會有濃妝的感覺 我今天也沒有到濃妝程度 今天沒有濃到是上台那種 上台那種就會看起來很濃妝 可是今天還算日常妝啦 今天沒有到很濃妝 今天的還沒有到很濃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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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蠻日常的妝 我看不見面 拉特 你好 而且感覺上你直播的耳朵跟舞台上也有差 不知道為什麼 直播的耳朵跟舞台現在有差 什麼意思 所以我 直播的耳朵跟舞台看耳朵是什麼樣子 耳朵有差 你說形狀嗎 你是說形狀嗎 耳朵有差是什麼意思 形狀不太好 真的喔 還是因為 你是說漫展那一次嗎 台中漫展 因為台中漫展那次 耳麥的話應該有差 因為耳麥的我那時候 有綁頭髮然後夾夾子 然後耳麥又卡在這 所以我那天耳朵確實是有點變形 就是有點壓到 我那天確實耳朵有點變形 因為那邊邊那個邊的 然後又戴髮褲 然後又髮夾 然後又有耳掛麥 然後這邊耳朵我自己看就是有點變形 那天耳朵是確實有點怪 因為壓到 好多東西 我那天耳朵有點紅 因為壓到 還以為平常有好幾塊耳朵可以看心情嗎 其實我的耳朵 會換了 心情好的時候就會比較這樣 心情不好就會吹吹 你們想要精靈耳朵也有哦 精靈耳朵有啊 心情特別好的時候會出現精靈耳朵 眼睛感覺也是科幻 眼睛感覺也是科幻 其實我是AI 一直沒跟你們說 其實我是AI 我的眼睛耳朵都是可以換的 吐耳朵也有 拜拜 修羅降臨 眼睛耳朵 早就可以了 哎 不是 但你的眼睛怎麼隨時都會變 抓到你是不是喝機耳機 我是 一直沒跟你們說 Ai 你還有熊耳朵多嗎 謝謝好人的樂園 企鵝 我就知道你不是人類 你知道我是AI嗎 我其實是AI 什麼部分 很矮的部分 AI 你很矮 嗨 我不想跟你當朋友 肌油好喝 品寒推薦哪個牌子的肌油 我真的要獎被搶走了 謝謝通常的真情要白 推薦哪牌子的肌油 我 我平常都喝水啦 我是比較高級的AI 不喝油的 你是AI 你手指幾隻給我看 兩隻 手指兩隻 水冷型機器人 這隻 Ai會被傷害嗎 會呀 AI也是會被傷害的 大家如果 吵架的話 AI就會傷心 所以大家要和平相處 世界好平 用愛發電 世界好平 吃可愛的愛愛 好可愛喔在那邊 原來是電解晶氧電池高科技 沒了你世界才會動蕩吧 是那麼重要嗎 不愧是專業玩手 你是我的全世界 我是你的全世界 我是你們的宇宙 你們是我的太陽系 為什麼你們比較少 你們是我的太陽系 我是你們的宇宙 這合理嗎 這句話是不是不合理 我是你們的宇宙 你們是我的太陽系 合理啊 他們比較少啊 我朋友說合理 不對他剛剛不是我朋友 我的世界只有你 對 合理吧 我們被擰包在裡面 我真的露出耳頭 我比較有姐姐的樣子耶 是不是啊 比較成熟 你沒有回答 你一直在跟我聊天嗎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跟我聊天 是啊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庫庫的玩具 你看 你看什麼時候點進來的 剛才 你看 很磨耶 三野怪 對 Cook的玩具 這是我朋友 我AI的朋友 如果旁分的話 超級甜 旁分我很久沒旁分了耶 我可以用大旁分喔 好久沒 requiel 很久沒弄大旁分了 但是現在瀏海有點太短了 好看你可以解決嗎?可以啊 其實好像蠻正的 你看我大螃蟹 你看我螃蟹好像蠻正的 沒有是耶 這是你要的反應 好啦弄回來了 冬眼要不要考慮一下螃蟹 但是瀏海太短沒有辦法螃蟹 要流長 流長才可以螃蟹 真的很漂亮 要不要試試看前後分 嘗試夾蓬一些感覺會好 不然就是要請妝髮老師幫我用 畢竟你們也知道我頭髮苦手 謝謝紅包 你到底為什麼有辦法長成這樣啊 你到底為什麼有辦法封成這樣啊 你現在很磨耶 我很會用你的劇情喔 我很磨嗎?確實 可是我怎麼覺得好像螢幕上看起來 沒有很好看喔 說我嗎? 你要不要照照鏡子 你好看嗎? 你覺得你好看嗎? 我也太難看了吧 我真的長這樣喔 那我蠻難看的耶 胸可以 還好我現在不會被你說 怎麼可以暈成這樣 你們看 這就是平常的我 AI臉 這就是直播的我 我有很多臉可以換 我平常就長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秋平和AI 如果你們 樂我不開心 我就會變回這樣子 誰都不准 跟我吵架 但是外星人不是機器人 這什麼荒樂的環節啊 我又要瘋了 你們看 這就是你們喜歡的那個偶像 他就是個AI 他平常是長這樣子的 這種AI我一定每天吵架 他好像喜歡 你們確定 如果我這樣做 你們還喜歡我嗎 尷尬 YES ор no YES bueno 我喜歡你 這爪AI我一定愛送 太更新了 還要加一句爪字 爪字 講話捏一下臉更小 不離不棄是我小智 我喜歡你 講話 那感覺快變成唱歌 你是被我音樂影響 你的爪子抓的是我們的 因為我很愛聽這首 為什麼你要 為什麼你要切荒 因為你要切荒你就要切荒嗎 你才無聊 其實Hub的玩具蠻可愛的 我要跟他搶 不要跟他搶這個玩具 我要跟他搶這個玩具 最新配件 時尚的耳環 我的時尚耳環 記憶有好難喝 哈苦知道他的玩具在做嗎 哈苦知道他的玩具在做嗎 謝謝憶成的真情道白 他可能不知道 哈苦看到你拿他的玩具會怎樣 他會撲向我 他會撲向我 你知道嗎 很衝動的那種 不知道是哈苦的玩具 我的心也在裡面 真的有個三眼怪的境 還是羨慕一下哈苦好了 你們覺得我的瀏海厚一點比較好看 還是薄一點比較好看 因為我最近想要用這種 薄一點的 所以我再把旁邊的留長 就是這樣稀疏一點 不要問我會回答都好看 沒留好也好看 就是類似這種 表演的 表演的話 應該是浩一點 比較不會分場 可是我覺得 薄一點好像比較涼 想薄一點 就是比較不會一片的那種 這樣薄一點 泡一點 後一點 很猶豫啊 老遠要美美才好 還是就這樣 要厚不厚 要薄不薄 谢谢日生的掌声鼓励 谢谢肥像的缘分相遇 谢谢肥像的小金蛋 我还是说只能喜欢你 薄的流汗不是都会黏得好 可是厚的也会 厚的就是比较厚重一点 但我看最近日本好像比较流行薄的 薄的吗 好烦恼喔 薄的很女生 真的喔 薄的刘海结帐的时候可以当调码发 可能可以喔 对喔 薄的刘海脑发就会更像调码 我快结束了 我快结束了 怎么了 你现在长得超难看 然后你居然有瘦到这里了 有啊 有啊 超难看的 我们都需要彼此打期 欢迎多问 跟依靠我 欸你觉得我刘海薄的 比较好看还是厚的 这样是薄一点 然后之前那样是厚的 我想薄的啊 你喜欢薄的喔 谢谢你的意见 阿贝山买了蛋糕来耶 真的喔 下次剪一个载具流行 刚才这个流行可以刷条吗 陆克说 好像是耶 对啦 好运气 果然真正在练平衡的人 都会喜欢薄的 你赶快改口的 我选后的 我选后的 去吧去吧 晚上是蛋糕庆祝中 喔对 今天礼拜五了 今天礼拜五耶 大家周末快乐 因为廉价完结束 然后马上两天半就放假 好啊 很开心啊 诶但我们 呃对不起我台湾很多 我们这个周末 是不是要来 拿纸箱稍微收一下 嗯 可是要去哪里拿纸箱 我问大家 哪里可以拿到纸箱 我要收一下搬家的东西 因为我这周末有空 没事 不用练习 好像可以收一下 哪里有纸箱 全帘跟加肉粉 全帘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我先来念排名了 小北百货可以拿 哦 开门我抱着纸箱 站在外面 如果有你我就不用纸箱 因为你会帮我们班 你怎么 生活最会王 我念排名 不出事 我忙 我会帮你回来 第10名 蒼蒼 第9 呼吟 第8 血带8 第7 朱里恩 第6 黑杰克 第5 中营 第4 我決定 恭喜啦 特利屋喔 特利屋下來是不是很少家 內湖那邊 士林是不是也有家 不知道 你為什麼每次 為什麼 因為我是雷秋 每次 是雷秋 舒服 而且有人聽播的人 就會聽到我們在尖叫 對不起 很白目 今天任務 先處理好你的頭髮 我可以了 寶子我可以了 我處理好了 等你的指定 不是 嚇一跳爆米花差點噴噴 你來陸客看我直播是一邊配爆米花 當電影在看 你不行我一直都被你拒絕 什麼 我可以啊 報紙 等你指定 開一指定嗎 開一指定嗎 不是我正在等電影開喔 他在等電影開眼喔 我想說顧客他剛剛說爆米花噴出來 我想說他看我直播配爆米花是在看電影嗎 結果他在等電影開 他在看什麼 不知道耶 那你不會問喔 你在看什麼 沒事沒Gate到就算了 今日份就好 不拖時間 我沒Gate到啊 抱歉 你也沒有很真心在道歉 今日份可愛嗎 今日份可愛一定是AI的吧 希望我沒Gate到 你也繼續喜歡我 抓紙 謝謝包紙 他在看靈牙之旅4DX 好看喔 十字妹 十字妹 謝謝烏麥的緣份上日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囉 祝大家週末愉快 下次買機有合理等你喔 下次見 下週見 大家週末愉快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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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機囉 AI要關機囉 掰掰